今天的题目是 《復兴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这一节经文 几年前在一本堂行里 也写下了一篇经文 很有意思的 跟今天的信息很有意思 我看到帝英姊妹 我们每星期来的时候 其实我在台上讲道 或者做主席的人 绝对留意到 哪些是復兴,哪些是没有復兴的 不要介意我们这样讲 因为如果星期我们讲道 也不讲真理 不讲那些对帝英姊妹有帮助的说话 那我们还有什么时间讲呢 如果我们将来在这里设置一个復兴区 在门口接待的那些 復兴的这边 一般的復兴的那边 不想復兴的那边 完全不知道復兴是什么 那明天才来吧 会不会这样大家会开心点 我相信也不是神的心意 而神是想他们的子民 每个人都会復兴 那为什么我们要復兴呢 未进入过主题里面 讲道里面 我想问 年初三的 为耶稣大游行 不要大游行 是巡游 耶稣我去香港 有谁的帝英姊妹会出席的? 復兴到不见到人了 OK 会出席吧 那为什么我们要出席呢? 为什么我们要出席呢? 我听过有个帝英姊妹说 初三不要拜年啊 因为赤口啊 我们基督徒信不信赤口啊? 不信啊 初三为什么要来巡游呢? 为什么要去参加为耶稣走出来呢? 一个祷告 一个行驱祷告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走出来呢? 祝福香港 当然了 为什么呢? 其实那天你走出来的时候 很相信你们会复兴了 因为行驱祷告一向都是复兴的 要带来复兴 带来我们的心 为什么要复兴呢? 年初一 大家有没有留意那些妙语呢? 要做什么事? 装头主向 以前未信主的时候 有时候我都没有去装头主向 不过都想去 下头没有去 到信主之后 有时候看电视 逢到嫂子的时候 说头主向那些 我都会看着电视 看电视是什么呢? 为那些人祈祷 觉得神啊 没理由那些人这么笨 为了祈祷 但到我再复兴一点的时候 不是为那些人祈祷 而是怎么办? 捆绑那些黑暗的势力 捆绑那些黑暗的势力 那些人就自然会远离这些蒙蔽 那你装头主向那些人 其实 为何他们要装头主向呢? 因为他们要去得祝福 其实他们的心态 可能是这样想的 他们说 我怎么都要迫进去 因为万一这个神是真的 我装不到头主向就很糟 对吧? 会不会有什么心态 我一定要去 因为不知道怎么办 总之 人家说要好 装头主向就行 虽然头主向插进去 被人拔走 即刻拔走 一秒都不够 但他这条装 因为他会觉得 万一这个神是真的 怎么办? 但我们基督徒今天 我们相信是真神 但我们很多时候 为何我们没有动力 因为我们会有一刻 或者经常都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 万一这个神是假的 怎么办? 为何我们会想到 那些神是假? 就是因为我们 不复兴 应该这么说 因为我们觉得 有机会这个神是假 所以我们没有复兴 我们信 圣经 神的仆人 很多说 我们甚至有很多的经历 很多的转化在生命里面 但是 我们也会有一刻觉得 万一这个神是假 那我现在做这么多 就是很多余 但其实我们现在 为何常常鼓励 但也知道 我们要读经 祷告 要去做很多争战 其实是因为 这个神是非常之争 所以我们一定要复兴我们的生命 不是 很多人很蒙蔽 我早几天就在Facebook 看见我有些同学 帖了那些东西 那些人蒙蔽到什么 他说 在新加坡那里 都有买一些衣纸来烧 大家都知道 烧衣纸 买了很多东西 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 就是现在买衣纸 做到什么 就是做衣纸的人 会做到什么 iPad iPhone 他就说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 这些对话 他说有个主妻 就去那间店铺子买 那些店铺子的人 就跟他说 你要买iPhone5 iPhone5 iPhone5 他就说买iPhone5 迷信 什么都对 就是烧给死了那个 然后他就说 那你还买个充电器 为什么要买充电器 他说 如果不买充电器 你的iPhone5没有电 那怎么办 他说买了 当然买了 你叫我买什么都 因为等于我们烧一间屋 那些妹仔 那些车 那些都有 好了 买了充电器 然后他就说 喂你买了个 不知道买些什么 总之那些 蘋果的accessories 他就说 喂 我那个 就是我爸爸年纪很大 不懂用的 那那个店铺子 这句真是绝 他说 你不用怕 他说 苹果教主 乔布尸都在下面 他说他会教他怎么用的 那就是没得很薄 好吧 买了买了 被人骗了 不能只蒙蔽了 而且他不知道 原来 所有都是假的 根本是不存在 好了 然后呢 那这个司拉也好 这个司拉呢 不知道是真是假 聪明 他说 喂 喂 我给了钱之后 喂 喂 喂 给你这张卡片我 就是店铺子 要给你吗 什么事啊 你等我消掉了给我的阿爺 他就来找你 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不过呢 我说实在 是蒙蔽到极点 那你想想 我们其实都很蒙蔽 那些未信主 或者未回转 我们没有蒙蔽吗 非常蒙蔽 几千元 就是我们以前都是信风水 几千元买过铜钱 甚至风水佬说你在厅中间 厅中间就要记住,摆干盐水 这样你就会搞定了 我们就要摆干盐水在厅中间 有钱人在厅中间,可能整个喷水池 都说漂亮,我们摆干盐水在中间 然后我们每次走的时候,要避开 要避开,多怕的时候,没有平安 有很多的蒙蔽 神的子民在旧约看到很多的 神的击打,神的挽回 一直都没有挽回 最后剩下三个先知 哈盖、撒加利亚和马拉基 这三个在旧约里面是最后三个先知 他们说完后,圣经说 那几百年里,神没有说话 我想问大家,如果今天我们听到神的声音 或者像牧师那样 很多领袖,启示,大家兴不兴奋? 大家会不会复兴? 会一些复兴,也未必可以好好复兴 但如果今天教会 我们在讲坛上所说的 如果没有神的启示 就很糟糕了 所以牧师很多启示 但如果我们复兴了的人 没有说到你,不要紧 你也不会相信 牧师,为什么你经常说姊妹 不说弟兄呢? 如果我们复兴了,就不行 神,我来向你祈祷 你启示我,就告诉我 正如旧的神跟简孙先知说了很多话语 因为人是蒙蔽,以至四百年没有了神的声音 很惨,很糟 那我们看 我只是这样 复兴了,我只是这样 是,向着哪个? 你向着那里 那我们读这一节经文 这一节经文呢 是在《列王记》下 和《以错下书》都有同一节经文 只不过在《以错下书》里面 他特别提到《万君之》 在《列王记》下 那里没有提到《万君之》 但都是耶华,都是神 那我们一起读出来 来吧 由大家所逃脱圣羽 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必有如性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 必有逃脱的人从石安山而来 万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的祷告 希望上帝我们多谢你 多谢主你让这一帮如性的民 主要是我们逃脱出来的 但是如性了 主要是这里话语说 我们要往下扎根 因为要向上结果 主要我多谢你 你继续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帮弟兄姊妹来到的 不单只是听一听这么简单 心灵要被转化 要复兴起来 因为神在我们背后 其实背负了神给我们的大使命 很多人很多人要得救 都是靠着你每个儿女 出去宣讲你的话语 主要你就可以使用我们 让我们所说的 是由我们的心出来 因为我们认知 明白 认识一个真神 主要你帮助我们 求圣灵你也掌管这里 在这里充满这里 自由运行 让我们的弟兄姊妹 心被打开 让我们听到之后 触动他们的心 以至他明白 神是一个是怎样的神 多谢主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这次经文说的是 逃脱如性 我想让大家有一个背景想想 我们原本在神创造里面是完全美好 犯了罪之后 现在怎样 分散各地 而世界的王是谁 世界的王是魔鬼 其实我们应该从这个世界逃脱 进入神力计划里面 往下侧根向上结果 我在一次祈祷里面 几年前一次祈祷里面 进入一个很清晰的异象里面 我自己在一个很美很美的 很宏伟的殿里面祷告 那个殿就是一些很美的 是大理石的 完全是大理石 我讨稿 我觉得很赞叹 觉得这里不是天堂吗 但并不是看到很多花草树木 而是看到一个殿 当我走到窗户看下去的时候 就看到下面很多树 很多棵不同的树 有高有矮 当我后来读到这次经文 我回想起我祈祷的时候 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 我想起原来神真的 要我们每个人 要成为一棵树去扎根和向上 你想想 后来再读到经文 马太福音有提过 十三章我们有提过 芥菜种 我们经常分享的经文 就是一棵很小很小 但是它一生长起来 比所有树都大 然后飞了来棲息 如果你是小鳥 你会棲息在很矮的树 还是很高的树 很高的树 高的树就是 第一 第一 第二 不怕被人捉了 又说是树结果子 我体会到神 其实让我们每个人 要在一棵很稳固 很高的树 扎根 如果一棵很高的树 如果你的根不够 深入地里面 会怎样 风吹雨打倒倒 对不对 如果一棵树很大 扎根 会生得很高 但如果你不结果子 又怎样 圣经怎么说 结果子 不结果子又怎样 神砍了它 哇 好惨 这个我们就要好好小心 好留意 但今天我们读《耶利米书》八章 第三次要说 反而说 经文说 恶族那些 成如逃脱之后 恶族 就是恶人 逃脱之后 他们不但不悔改 他们还远离神 不会归回神 所以你看到两种人在 一些就是 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神是要我们这样 一些就是远离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快点复兴呢 如果我们不复兴 我们其实也可能是那些远离神 远离神的结果是很惨的 那复兴是什么呢 我再看下一张 那复兴是生命的复苏 英国一个很有能力的 伍徒家 施暴真 他说 复兴就好像一个 浸在水里面 快要死的人 我想问有没有 帝兴想出来示范 示范浸在水里 快要死 没有 不要紧 那就是 浸到死的人是怎么样 你想想 如果你在水里面 拉一个人出来 浸到死 那你第一件事是什么 拍他 看他有没有感觉 拍一拍醒他有没有感觉 可能他肺里面 積了很多水 那你就要出来 那当他吐完出来 你就要看他 起不起身 所以复兴是什么 第一 你首先 感觉 我说这个感觉 不是普通情绪的感觉 而是你经历到神 经历到神的触摸 我想问一下 这里有没有 哪位弟兄姊妹 你很深刻的经历过神 我请举起手 麻烦你 复兴的举手 是这样 复兴的举手 如果大家不知道 如何复兴的举手 举起手 这些是复兴的 在经历到神的时候 你的生命 就会有那种热情 去复兴出来 那热情 热情是什么 你一个浸到受死的人 你会怎样 你吐了些水 然后又怎样 我要得生命 我要快点复活 即是我要快点 站起身 我要有生命 我怕自己也会死 然后你就会有动力 有动力 你会记住 复兴是一个生命的复兽 淑灵的生命里面是一个复兽 复兴的三个R 这三个R 都不是我作的 不过有一次的 可能神有一个 启示 因为我在新加坡住的时候 有时候坐巴士出入 我下了巴士 在巴士站旁边 有个地盘 有一天我下车 我走 看到地盘外面 贴着有些字 就是这三个字 我就想想 这三个字 思想一下 然后想想想 这三个字 其实都可以是复兴 第一 它的英文叫realize 就是觉悟 为什么我说 realize 有一个解释是觉悟 另外它的解释是什么 知道 明白 觉悟 第二是什么 rejuvenate 就是复原 就是复原 第三是revitalize 就是振兴 伏兴里面 是可以包含这三个R 首先你要知道 然后你开始恢复 然后恢复之后 你要复原 好像一个人 醒了 就是浸了 醒了 然后你开始恢复生命出来 就是觉得我家里还没死 然后振兴 你要起床 就是做一些动作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来自哈乖书第一章 我们看一看下一章 我们一起大声说这句 2014 你和我要大大复兴 不行 再说一次 2014 你和我要大大复兴 Amen 现在是Amen 好了 今天就在哈乖书第一章 哈乖书 如果读哈乖书 你可以和以斯拉乃书 以及撒加利亚书 一起去看 因为都是同一件事 我给大家一些背景 在巴比伦 灭亡之后 到波斯国 就是征服了他们 在公元前五三八年 其中一个圆埃书 那位叫古列王 就说 OK 那些犹太人 你现在可以回去 你自己去本土 然后你们在做什么 原来叫他们回去 他们自己的地方 兴建一个圣殿 兴建一个圣殿 或者一个祭坛 这个古列王也很聪明 怎样聪明 他说 我放你走也行 你回到那个地方 兴建一个圣殿 兴建一个圣殿 是为我向你的神祷告 这个是否很有策略 就是放你们走 不过你要记得 你在我的殿里祷告 就是为我 按他的behave 就是为我祷告 当时很多犹太人 就回去 但是回去的犹太人 大概只有五万个 那剩下的犹太人做什么呢 跟我们也有些关系 剩下的那些是什么 不好了 我既然在巴比伦 巴比伦又可以做生意 可以找到钱 我已经是生了根 比如说你被老了之后 可能已经在那里安居立业 情愿在一个被老的地方 继续下去 都不愿意回到神的国 神的地里面 最终只有五万个犹太人 回到他自己的地方 而带领的是什么呢 带领的两个人 一个叫做所罗巴伯 所罗巴伯是什么呢 其实圣经里面有个字 阿伯那些也挺好 对吧 若伯也不错 我说笑而已 这个名字 他带领 另外约书 他这两个人的身份是什么呢 神的东西不会搞错 神的东西也不会没有意思 所罗巴伯 他的名字叫做 Seed of Babylon 即是巴比伦的种子 即是他这个人在巴比伦出生 而他没有见过这个圣地 没有见过神的地 但为什么他也回去呢 原来大家去看 马太福音第一章 看回耶稣基督的族谱 你一直看下去的时候 其实所罗巴伯 就在大位下去 即是神已经存留了这个人 成为他族谱里面的其中一个 他另外和约书 而约书的身份是什么呢 约书就是要成为一个祭司 所以我们回到兴建圣殿的时候 重修或者重建祭司的职份 大家看到了 所罗巴伯是君王的后裔 然后约书是一个祭司 然后哈哥是一个什么 先知 君王祭司和先知 这个是这个的配搭 约书又回到去 和所罗巴伯带领了以色列民去建典 在他们两个来说 它是一个属灵的意义 因为你想想一帮以色列民 在这里吃惯探惯 等于我们现在的香港人 吃惯探惯 我们的事业 什么都在这里 你叫我突然回去 回到中国 正如1997年 是不是很多人移民 很多人移民 就很怕中国 但如果现在叫你回到中国 建立一些东西 我们也可能很难放下 很难放下香港 现在中国的发展很好 很繁盛 甚至中国有些地方 觉得比香港还好 但我们也很难放下 何况那时候 他们要在一个 又赚到钱 又安居立义的地方 要他们回到以色列 去兴建 圣殿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人 都不愿意留下 剩下的那些 是被他们两个带领去 好像是 这群人都不错 但原来他们回到去的时候 就有问题了 犹太人能回归而路撒冷 重建圣殿 是黄庸去他们 但是他们回到去的时候 就因为生活困难 令他们离开神的计划 那么我们今天 为什么我们没有复兴呢 我们相信主 每个人都得着神很多的恩典 但我们因为很多生活上的困难 工作 家庭的问题 我们开始偏离了神的计划 可能我们生意好的时候 我就 归荣耀给神 我都赞给神 但是生意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开始远离了 家庭的问题就开始远离了 很多就令我们离开神的计划 正如那时候 一回到去看到 哇,这个地方这么难搞 满腔热乘 打算回来建圣殿 原来想想 不是那一回事 他们有些人偏离了 另外他们开始专注了 在自己的生活上的问题 忘记神的应许 今天也是我们的写照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困难 我们忘记了神的应许 不单是一个计划 计划 计划 我未必参与到 但是神的应许 不应该是 有些什么 我们会有个误解 或者我们推辞 神的应许是给我们 我们都忘记了 生活的应许 哈哥书一章二节 这一节经文 我一起读出来 曼君的耶和华 如此说 这百姓说 建造耶和华 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这句经文 就是说耶和华 如此说 但不是神说 神说 那些百姓说 那些百姓说什么呢 建造耶和华 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其实神已经给了一个机会 他们就是 在秘老的地 又感动了那个王 就把那些人释放回来 但是你建殿 纵然表面上的王就说 你去到建殿 是为我祈求 但是在以色列文说 我可以回自己家乡 可以再建建殿 去敬拜神 去归回神那里 其实在以色列文 在信主人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神迹 但是他们回到 因为很多问题 他们就说 反而他们会说 建造耶和华 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是他们说 跟我们今天相不相似 我们知道神的计划要做什么 但是我们会说 未是时候 未是时候 有些困难来到 甚至可能 金钱上有缺乏的 不要搞住了 但是他们没有想想 原来我们做这件事 是神的 心意 是神的时间 中国人也会说一句 一日之计在于什么 在于神 一年之计呢 一生之计呢 程当堂 一生之计 阿琴 一生之计在于阿琴 阿琴 大家要改一下 一日之计在于神 是我们的神 一年之计在于春 可以了 春季 但一生之计 都是神 即是时间在神 我想让大家知道 今天时间在神 为何你不迟多两年才得救 为何你今天坐在那里这么开心 为何你不受多两年苦 神的时间来到 你会不会那时候说 神 这个时候未到 我不要相信你 现在有很多这些人 但是神的时间来到 去建造的时候 我们就要做了 不是我让我们的时间 说 神啊 不要搞住 以至我们 其实很难复兴到 因为我们觉得 这个时候未到 但是神的时间 一直在吹逼着 我们经常在这里 宣讲 复兴啊 耶稣你在门口 你快回来了 但我们却是 没有办法 或者有困难来到 我们不做 耶稣说回来 你又不做 又说要复兴 那就很矛盾 人很矛盾 就有这样的问题 好了 生活越加困难 但是这次经文告诉他 很糟糕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那里的人 回去那两年 就说 建造神的殿 但回去很困难 不要搞了 不要搞了 我们还是要找食 我们要找食 然后把圣殿的兴建 建造就放下了 然后呢 这些事就发生了 他们放下了之后 以为呢 去找食物做 去赚钱 去存够钱 甚至说 去存够钱 然后去做 但是timing都过了 或者神的心意 不是在那个时间 经文怎么说呢 我们一起读出来 在一章六节那里 他说 你满手的众多 手的却少 你满吃 却得得巧 恶 却得得罪 穿以服 却得乱 等公自逼 将公自藏 在破坏的房中 原来百姓 用人的眼光 用世界的观点来看 搞不定 很多困难 以后他远离了神的计划 他以为说 我先搞定自己 知道我们今天吗 先搞定自己 自己都没搞定 但是原来 神 就给他们看了 你杀的众多 修的却少 你们吃又不饱 喝又不足 穿衣服又不得暖 得工钱又说 还在穿洞的袋子走 大家可不可可 大家有没有遇过这些 有没有遇过这些 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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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祈祷神 我不要了 我不再要这些 就是 很糟糕 如果这些结果 就不是那时候的百姓 那些子民 他们想到 为什么 他们以为什么都会好 所以神借着这些事 来提醒大家 当我们今天遇到 生活很多困难 很多时候 我会即时放弃 就算包括传道 教会服侍 我感谢主 让我在教会服侍 如果我在教会服侍 我可能也会坐在柱子后面 因为人的软弱 人有很多藉口 人有很多的蒙蔽 不知道 但是神借着这些事去提醒 所以你跟隔壁说 有这些事发生 是神要提醒你 有这些事发生 神要提醒你 好了 我们看看如何去觉悟 第一 要觉悟 我们先复兴 先有个觉悟 这条经文说 神说 这殿仍然荒凉 你们自己还住 天花板的房屋 现在万军的耶鲁华 如此说 你们要醒察自己的行为 另外在第七节 又再提醒多一次 神再提醒多一次 你们要醒察自己的行为 为什么我们要醒察自己的行为 人通常看东西看一面 通常觉得自己一定最对 大家同意吗 同意吗 我们当然觉得有些东西是对 而别人不对 神说你要醒察自己的行为 因为那时候人们觉得 我们越是辛苦越是找不到吃 越是找不到吃越是惨 我们更加要努力 所以神的事先不要搞 先放下 神就说 这个殿仍然很荒凉 神的殿仍然建不建 那些烂尾楼子放在这里 接着呢 你们用住些天花板的房屋 大家初读我读这个经文 我都不太明白 因为 因为 这个殿仍然都明白 天花板 你知道我们很惨 住没有屋区 天花板 但是原来呢 你再去查考 原来呢 因为巴比伦去侵战的时候 把很多树木砍断了 就是很多树木砍了 而是地方里面很少树木 神在这里提醒 他们说 你们这些人 不去轻轻我殿 反而拿些木材 来建自己的房子 这个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他们有钱财 有能力 就去入口那些香柏木 那些什么漂亮的木 然后呢 建自己的房子 明白吗 就不是说 你住天花板的房子 神你的殿荒 我住天花板 我也很惨 不是这样的意思 那当你就明白 原来神告诉你 你们就没有能力 不过 你们看了自己的需要 照顾了自己的需要 神的殿 那些你反而不去理 所以神就提醒 你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然后神就再说 省察自己的行为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我们究竟现在活在自己的计划里面 当我们 被你们 某部分人连长了 我们经历了人生的事情 以前很多计划 很多自以为是 一定会这样发生的事情 我可以 这个也不是预言 已经是发生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 是不会成就 大部分你所计划的事情 就是以前未信主 不是在神里面计划的 很多其实是徒劳无功 可能你觉得 你计划 你人也要计划 但是是徒劳无功 所以我们要在神里面 是向着神 你的计划 神会供应 其实整个黑开书 带出一个重点 就是 你要重点 在神里面 所以你要觉悟 你要省察自己的人 和旁边说 你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省察自己的行为 我们如何省察自己的行为 对啊 不要靠别人说 人家说的话也会说错 有时候 我们祈祷 圣灵去光照 圣灵去帮助 拿走我们里面的忧虑 有时候那些担心 其实是来自魔鬼 来自我们人里面的软弱 其实不用那么担心 我们依靠神 求圣灵去光照我们 好了 另外这节经文 又再提了 他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 你们收到家中 我就催去 这事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殿荒粮 你们各人却顾自己的房屋 这事万君尤华说的 就是承接到刚才所说的 你们杀中的多收的时候 这里不止 这里还说盼望 有时候我们去到盼望 还未正式去做 盼望 但是我们的盼望也很少 你就不止 你已经收到家中 即已经有收成了 拿了手 神说什么 吹走 吹去了 特别现在香港的经济 经历 几次是喜乐 不是那些喜乐 是喜乐 大家都经历到很多 今日的富贵 明天的弊毅 很惨 所以你要做一个精明的投资者 我认识一个弟兄 神这几年一直都很祝福他 其实他已经挺好的 然后他就说 我问他 你也挺好的 你怎么看你自己不享受 或者别人持续 你类似的 他说 其实我告诉他 你有一个投资的要缺 就是 投资在天国 在天国 想问大家 有哪些是赚的 有什么是赚的 世界 没有吧 有什么是百分之百回报 也没有吧 几个百分之百回报 可声可跌 没有百分之百回报 但是他说 你投资在天国 神现在在地上给你的那些 是赚的 那些只是分红 那些是分红 你投资在天国 不但只是很多倍的回报 而你现在地上所得的 对你天上的本金 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因为神给你地上的那些是赚的 他就继续去做很多奉献 甚至他将他的钱 成立了一个基金 去祝福神的家神的事工 他就拿来再去投资 他说 你又投资 你又买这些 你不是赚的 他说 如果赚了就奉献 虧了又怎样 虧了 就是祈祷的神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要继续赚 我可以去奉献 继续帮助很多神的工作 你就是杀的种杀对了 而且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这是一个秘诀 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 奉献千万不要觉得是少了 或者收入少了 其实你越多给的时候 就越多有 就是圣经说 多众又多收 甚至呢 你们去购买的时候 你听我现在说这句 对于你有没有那个共鸣 就是 通常我们在购买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袋子有多少钱 但我们在奉献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袋子有多少钱 大家明白吗 很明白吧 在购买的时候 先去购买吧 到奉献的时候 咦 只剩下一个水 怎样呢 人就是这样 但其实神 是相反的 你不要想太多 神有很多供应 你得着神有很多恩典 祝福的时候 甚至有人送衣服给你 你都不用买 是吧 没有人说Amen 好了 第二点 第二点 是復元 如何復元呢 他说 你们要上山取木料 建造者殿 神就会因此起落 扯得荣耀 这是以豪华说的 我们的復兴 我们就要去行动 在这里上山取木材 地上的木已经没有了 刚才也说 被一组砍了 或者人们已经自己拿来 去建房子 他说你上山 去到高处拿东西 高处拿东西之后 当然有很多经历 然后再建造这些殿 神就会起落去荣耀 所以我们一生的復兴 不仅是为神做很多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有时候搞错了 復兴一定会做很多东西 冲冲很多东西 但我们做到的心里面 其实是疲累 但是在这里 不仅是神会起落 其实如果我们在復兴里面 就是我们常常都有起落 好像今天读《使徒行传》的经文 有读到 那些门徒被圣灵充满 接着又被圣灵充满 接着去传讲神的道 接着我们也祈祷这句经文 就是到下一个安息日 合成的人都聚集来一切 来听神的道 好吗? 但是你要预算 当合成的人来的时候 不要合成 旁边这几条街的人 大家可能没有椅子坐 要起床 那些人来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问题 大家会否接纳他 你有没有復兴的心 有没有迎接这些 还是你觉得 不要搞我这么多 不要搞我这么多 我还未准备 最好现在不要来 这就是復兴 当你復兴到神的计划里面 你就去做事了 去建造 所以为你的缘故 天就不降金路 地也不出土产 我命干罕临到地上 山江五谷 新酒和游 并地上的出产人民 生畜 以及人手一切 牢牢得来的 所以神呢 其实一直以来 都是透过很多东西 为我们的缘故 让我们经历很多问题 让我们经历很多缺乏 为什么? 不是想我们死 不是想我们远离 而是 拉回我们 我最近听过牧者的分享 就是爱国牧者 他说 一个最难的讨告是什么呢? 不是考大家 只是想问大家 一个最难的讨告是什么呢? 就是你为人讨告 一个最难最难的讨告 你如何讨告出口呢? 是什么呢? 好难啊 真是 好难 不要浪费大家时间 那就是 很难的讨告就是 他要讨告 这个人 要交在撒但的手里面 撒但要折磨他 以至他回来神的身边 哇 这个讨告 我想如果 我不知道如果牧师 发出这个讨告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 哇 不行啊 牧师搞错了 或者甚至走 背后是什么? 就是神说 要挽回我们 你想想 正如约伯记 大家都很熟 就是说 日撒但你可以拿去所有的东西 不据保存他的生命 为什么? 其实神是想挽回 对吗? 耶利米书29章首一战说什么? 神说我给你们 是一个 赐给你们一个平安的意念 不是一个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 所以我们经过一个过程里面 一定有很多问题的激打 人生就是这样 主耶稣都说 这个世界有很多艰难 很多困难 很多问题 但是祂胜过 那我们可不可以胜过? 我们可以胜过 因为我靠着祂胜过 明白吗? 靠着祂胜过 所以说 神是为你们的缘故 就是神 我不知道当时 那些百姓听到的说话 会不会很难受 神我们受了这么多困惑 这么多问题 吃都不饱 穿都不暖 原来是为我们的缘故 很多人不明白 但是原来神就是 为了你们的缘故 祂就让这些东西 是什么? 最重要是让你们的眼目 焦点在神的身上 以至 你们就可以被复兴 第三点 要振兴 当经历了这些事情 那些百姓就乖了 要听话 那时 撒拉铁的儿子 所罗巴伯 和若杀铁的儿子 大祭司 若书亚 并盛下的百姓 都听从耶和华 他们神的话 和先知哈该 奉耶和华 他们神差来所说的 百姓也在耶和华 面前传敬畏的心 当一个 我们要看他们 有没有复兴 但我们有没有听从神的话 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复兴 甚至我们早期初信的时候 我们也去参加很多的 不同的 讲座 或者特会 看到很多大兄姊妹 跳跳扎 但那些是否叫做复兴 那些未必一定是复兴 只不过是去到 好像想经历一些事情 我们复兴是什么呢 我们初信主的时候 最重要是我们初信主的时候 我和Dilis 和朱sir 即是我的初信主 后来和Dilis和朱sir 那些 去到附近的 那时教会租了的地 或者用别人的地方上堂 我记得很深刻的是 我们当时信主之后 牧师提议一下 你们要上堂 我们也没有很多挣扎 我们下班 有时还在做东西 下班就去 上到去 看看 不是来错地方 没有人 但是 我们这班复兴的 要去学习 听习 遇到一个更复兴的牧师 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人 一个牧师 都坐下来教你们 那我们又复兴 我们要学神的话语 而牧师又很复兴 在教我们 这些真的是他复兴 好像百姓 就是去听从耶和华的话 去到他要听 然后就要传一个敬畏的心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 特别今天 如果大家看牧者的话 牧师提到我们很多的训练 不粗练是什么 是为了预备大家 成为一个传道人 不用一定说 教会 才是传道人 大家都是传道人 因为实在外面 很多人 都在蒙蔽 很多人都在不认识神 而你不去传道 不去说的时候 他们怎么会听得到呢 如果你有复兴的生命 就是 见到 所有人都会跟他说 祝福他 甚至可以在背后 为他祈祷 好像昨晚去饮宴的时候 我们都很高兴 那些服侍我们的伴侣 很辛苦 我想想他们 不认识神 他们是一份工作 很辛苦 今天做完 明天回来又做 没有盼望 心里面 都为他们 有些担忧 为祈祷 甚至见到 那个女士 可能由六点钟开始 彈琴 彈到 别人吃饱了 她才走 她是 我不知道她上去煮了 但我觉得生命 就是这样去 如果她不认识神 生命在地上 根本是 好像浪费了 我们是要去到 敏感人家的需要 以及要满足人家的需要 我们甚至 应该有一个口号 不是口号 是一个行为 医治有伤心的人 医治人 又要满足人家的需要 以至 神可以使用我们 我们就去振兴 这里要说 他们一振兴 接着他们就 可以快点去兴建 现在在《哈该书》第二章 我这次也没有在信息里面说 在《哈该书》第二章 很不同 神看到他们开始做事的时候 神就开始很大能地介入 震动列国 将列国的真宝运回 来兴建那些 在神的工作 接着神就跟他们说 你们不用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你看这些经文 常常在圣经里面都看 我与你同在 我与你同在 到新约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实现了 耶稣直接与你们同在 和那些门徒 但那些门徒有没有能力 也是没有能力 接着到使徒行转 当耶稣升天的时候 升令光临的时候 现在神有没有与我们同在 但我们为何还是没有能力 还是很软弱 很多的不愿意 就是由头到尾 都是神在掌管 神在计划 以至 如果我们明白到 我们不应该他那么害怕 接着在《哈该书》一章 最后讲 耶稣华的使者哈该 就奉耶和华差遣 对白胜说 耶稣华说 我与你们同在 然后 聖下百姓 那些百姓 接着就说 他们奉来 万君耶和华 祂的神去电 去做事 就奉来 这里不会再提他们 我很多问题 我还没办法 我没有钱 他们就很简单 一句就奉来 我听到神的话语 神的计划 我们奉来去配合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要复兴 我们先复兴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坐在那里 其实我们真的很有神的恩典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 我们今天会在哪里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有没有思考过 是否我们比别人好呢 是否我们在神里面 我们更加觉得我们是一个义人呢 是因为神的恩典 让我们得拯救 跟着 是要使用我们 当你觉得你自己有这样的价值 去使用 去被神使用的时候 你就会复兴起来 如果你不明白自己的价值 你就不能复兴起来 正如那些百姓都是 如果他们很明白 神是要他们回去见殿 无论如何辛苦也好 因为神是掌管 神是万有 神是供应的人 他就会去搞定 但他们却不明白 他是偏离了 所以在2014年开始 你们的计划是怎样 你们自己的计划是怎样 还是今年又是 过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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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2014年年尾 大家又去回顾今年 好像 不知道做了什么 好像没有什么发生 还是经历到 当教会去年又有一个很大的 神很大的恩典 猜拜了很多代祖宣教士 又有很多机会去搞很多不同的聚会 我想让大家知道 如果我们复兴的 那些聚会 就不是工作 如果我们未复兴 那些是工作 那些是很烦的 但如果我们复兴了 那些是什么 是机会 正如有人进来的时候有病 如果是医生的 那些是 过了一小时 明天来吧 有没有计划 但如果我们复兴了 我们为祂祷告 为祂祷告 我们每个都是神的创造 神的心意让我们每个都要归回 就算那些犹太人屠圣 他们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为什么要扎根呢? 是为了吸收多些养分 为了抓紧地 以至可以越生越高 越生越高 可以多结果子 而去呈献给神 让神在天上摸下来的时候 看到一棵很高的树 很多果子 当你在地上 满布很多很高的树 很多果子 神不单得着很大的荣耀 神很喜乐 所以特兴之妹 千万不要遗弃了 背负了神在生命的计划 就像那些以色列文一样 这么好的机会回去 去建立的时候 他们竟然为了自己的东西 放下了 令神要跟他们说 我的殿这么荒凉 你们自己顾自己的事 以至很多激打 很多问题来的时候 那些人才悔改 当古列王后来被大利乌王 承计了之后 大利乌王就把所有资助的金钱 各方面的东西 就已经收了 不给了 即是说 神的时间 如果我们没有把握的时候 到再有问题来到 我们想去建殿 想去建造很多 可能就 还要浪费很多时间 你想想那十几年里面 如果那些以色列文 一早就建立了殿 让神的同在 让他们在一起 让他们以神的事 优先的时候 他们跟着那十几年 应该是封调与顺 因为哈戈书第二章 他们一完成建殿 一回到神身边 神立刻就落雨给他们 让那些地再出土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优先 优先摆错了 我盼望今天 不是只是教会的牧者 传道 或者一些火热的弟兄姊妹 復兴的弟兄姊妹 才摆正 我是祈祷大家 要摆正 当大家摆正的时候 就每一样都顺利 这些是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要经历的 但如果我们不摆正的时候 很多事情 其实是徒劳无功 你无论如何努力如何去做 像那些百姓 如何努力如何去做 一样是吃不饱 乱乱 如果弟兄姊妹 你想经历一些 吃不饱乱 乱乱 很多挣扎的 这也是你的选择 但是神的心意 绝对不是让大家是这样 是让大家回到计划里面 一同建造 所以Sunrise是一个建造 要一起去参与建造 不是一班人搞出来的地方 让大家来享受 那是神使用一班人来 一起去建造 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 我们既然在油麻地 我们扎根在油麻地 我们如何为神结果子 为神结果子 鼓励弟兄姊妹 2014年其实很简单 住不了这个 2014年很简单 復兴神的事情优先 我们每个人都有圆弱 但是只要说神 你的事是优先的 你帮助我 进入你的计划里面 神一定会帮你 我们一起起立 谢谢大家 有点心 优优人 是吗 神 有点心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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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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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我在我在这里 依赖你 依赖你 向我在我在这里 依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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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我在我在这里 依赖你 依赖你 向我在我在这里 依赖你 我想弟兄姊妹你们闭上眼睛 不要管旁边的人 我们现在是 自己去面对神 自己去集中 集中向着神 我们首先做一个祈祷 祈祷神今年 年头现在就要开始 大大的去捉我 大大的去帮助你 以至你不再在2013年 再有什么软弱 有些借口带来 2014年 因为2014年我们要复兴 要把神的事情优先 因为实在我们每个人都肩负 后面很多人 很多人预订得救的人 他们未听到福音 我们为自己祈祷 为自己祈祷 你有什么软弱 现在就和神说 你说神 我不要这些软弱 我不再注目在自己的事情上 我们一起开心祈祷 祈祷福神帮助我们 要復兴自己的生命 特别我们从尤麻地这个社区 我们要尤麻地区 那些人要见到 一群人復兴了 神的义女 要出来 要出来去宣告主权 宣告要得回那些地为业 要宣告人的灵魂 要去得救 要从黑暗里面 要归向光明 我们一起开心祈祷 尤麻地这个社区 你说我尤麻地 我有份的 我要做 在这里行出神的知 我一起开心祈祷 我为了尤麻地区的教会 香港的教会去祷告 我们祈祷神复兴的火要烧他们 以至不只是某一个教会 某一个堂会要复兴 但是全香港的教会要复兴 要看到香港人很多的需要 因为击打可能明天就来 但是我们未预备好 复兴是不会来到的 我们一起开心祝各位香港的教会 主要我们来到你面前 神我们真的对不起你 主要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建立了很多年 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看自己的计划 看自己的限制 甚至明明是领受到神的启示 我们都是找藉口来逃避 主要我祷告你去改变我们 实在时间无多 2014和2020主了七年的时间 这七年里面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事发生 神你帮助我们 先重建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都是神的殿 我们要复兴这个殿 以至我们一起建立神的殿 在这里 让我们往下扎根 向上去结果子 以至这七年里面 我们是世界有很多问题 但我们这七年我们在熟年里面是一个封年 是一个丰足的 以至2020年我们看到 神的很大很大 刺下很大的收割给香港的教会 主要我多谢你 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 sunrise 有医治的恩赐 有先知的恩赐 有使徒性的恩赐 主要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好好去混融 好像适合百姓那样 他们一听到责备的说话 他们就去回转 他们就去山上取木料 就开始同心去见神的殿 又见好神的殿的时候 神你的风足 你的雨水 因雨降临 地出土产 人就有一个丰盛的收获 主要我多谢你 神我又祈祷你震动万国 将万国的真宝都运来 运来你的教会里面 以至教会有丰盛的资源去建立 主要我多谢赞美你 继续使用我这里每一个 因为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 已经是一个很丰盛的资源 主你就使用我们 让我们互相互相配搭去服事 互相去参与神的工作里面 主我多谢赞美你 继续兴起我们 让我们这一班你的子民 我们不致去 在你的恩典里面堕落 阿里路由主 我们赞美你 阿里路由主 多谢主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阿里路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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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路由主